为什么说娱乐圈的女人想的开就是刘嘉玲 想不开则是拦截英 1990年4月的某个深夜 曾志伟致点刘嘉玲要她打麻将 作为滋识麻将迷的刘嘉玲当然应允 可就在刘嘉玲赴约的途中意外发生了 在曾志伟家的小区门口 刘嘉玲遭遇三名标情大汉劫持 这一幕正好被小区保安看见 他便朝气忙慌地去找曾志伟说道 出事了 根据保安的叙述 当时他看到刘嘉玲的车过来 正准备去开门 却没想到车子突然失控 撞向了小区门口的铁闸 还没等保安反应过来 就见三名劫匪撬开了车门 用刀割断安全带迅速将他掳去 听闻此消息后 曾志伟等人赶忙跑到小区门口查看 发现竟真的是刘嘉玲的车 意识到情况不对 便立即报了警 就在众人挤住热锅蚂蚁时 三个小时后 刘嘉玲才出现在众人面前 此时的他早已崩溃 面色惨白 令人目不忍事 因事先报了警 刘嘉玲随即被警方带回协助调查 据他所述 三名劫匪只抢走了他的名牌手表 和一千元现金 就放了他 不仅如此 他还要求警方消案 希望尽快平息此事 可他不追究了 并不代表捕风捉影的媒体 会放过这个机会 2003年 东周刊突然刊登了 刘嘉玲被绑架受辱的照片 瞬间引起轩然大波 圈内诸多同行 为他的遭遇愤慨 百名艺人 发起了抵制东周刊的活动 陈年窗口被撬开 本以为不会出现的刘嘉玲 也勇敢地现身了 他说 一句话质地有声 赢得全场掌声 刘嘉玲究竟有多洁癖 某次他要舒奇来家中做客 中途舒奇想方便就去了洗手间 没曾想舒奇出来没多久 就看见刘嘉玲找来施工队 要拆厕所 把马桶浴缸等都换成新的 此时的舒奇尴尬不已 只好匆匆告别 两姐妹关系本来很好 也因此生出些芥蒂 后来刘嘉玲解释称 自己不是嫌弃舒奇 而是自己有重度洁癖 毕竟连他的老公梁朝伟 也是这个待遇 家里有两个卫生间 梁朝伟一个 刘嘉玲一个 各用各的 可见刘嘉玲的洁癖有多么严重 据他自己所说 其他明星拍戏 最要紧的是片仇 而他拍戏 最要紧的是在千月前问清楚 片场能不能给自己 单独设置卫生间 如果不行 那免贪 当初他去恒店拍敌人节 也是如此 进组最先做的 就是把酒店房间的卫生间 用品全部换新 解决了这个 才能安下心来拍戏 甚至因为梁朝伟在家比较邋遢 他当年差点跟这个万人民老公离婚 有时梁朝伟拍戏回来 累得一塌糊涂 顾不上洗澡 倒头便睡 谁知第二天 他的枕头被单之类 会全部被刘嘉玲丢掉 而刘嘉玲成名后 大手笔买豪宅 或许也与他严重的洁癖有关 因为只有豪宅够宽敞 才能让他拥有足够的个人空间 能对老公大大咧咧的生活习惯 眼不见为见 2001年 嘎那电影节 梁朝伟左手牵着张曼玉 右手挽着刘嘉玲 堪称经典的名场面 对于这张合影 有人解读为 梁朝伟是左手牵着爱情 右手挽着婚姻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梁朝伟 似乎深爱着张曼玉 尤其的曲葛辉 采访梁朝伟是问他 现在为止你觉得 最想让他那段时间停留的 可能 38岁那个时候吧 38岁 拍欢迎莲华的那个时候 可为什么多年后 梁朝伟偏偏偏选择了刘嘉玲 而不是张曼玉 梁朝伟的选择其实足够清醒 曾经他可能真的对张曼玉有情 但他也清楚 只有刘嘉玲才是自己的归宿 因为梁朝伟和张曼玉 过于相像 都是天赋一比 又都不乏运气 因此 两人都是年纪轻轻 及明满天下 青年时代及功成名就 自然可以随心所欲 想张曼玉 想吸引就吸引 想做音乐就做音乐 想出国玩就出国玩 他就像一阵来去自由的风 梁朝伟握不住抓不着 换句话说 张曼玉不属于婚姻 他是属于世界的 早前 刘嘉玲曾吐槽过梁朝伟 说他既不管家里 也不爱交集 里里外外的事情 都需要他来处理 显然 如果换作是张曼玉 他不会愿意 常年为一个人上公堂 下土方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 当梁朝伟为张曼玉 陌眩神明时 他和刘嘉玲那爱情长跑 已经是第十个年头 就算张曼玉再次惊鸿般美丽 也不惜由嘉玲 陪伴自己十年的深情后意 毕竟 故事人间烟火的爱情 不是爱情 更不是婚姻 婚姻 需要长久的相知相伴 而不是一时的新鲜刺激 接着